国会开议在即 面对蓝白接连剖出国会改革主张 民进脑团现在也将成立国会改革专案小组 和蓝白走进 我们会提出更正向的版本 进步可行 那第二在消极面 那我们要来因应抵御 国民党或其他在野党 涉及违宪的国会改革主张 到目前为止参与的非常踊跃 小组还在征询阶段 就有不少立委踊跃报名 19号中午前搜集统整意见后 最会下周抛出民进党团的改革方案 不排除要求法案协商 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 也就是法案协商出委员会后 不要动责又翻案 而民进党自体改革方案 除了跟蓝白主张 皆被质疑有违宪疑有关 傅昆岐更因为抛出临时会主张 被质疑不懂议事规则 民进党团总召克敬明 前一天还发尽两千字常问批评 国民党专做毁宪违法之事 从朱立伦 赵少康 到党团所有成员得意忘形 不只宪法礼盲 更是法盲无知 这样的政党不走入历史焚化炉 是上帝的迁意 还是人民的纵容 最后连国民党列委也直言 战略上有检讨空间 不管是临时会还是提前开议 或者是开议之后做专案报告 其实都不能够去影响到 国民党希望为民众食安 一律解决的一个诚意 所以我想说在开议之后 我们一定会更重视程序的问题 坚定的为台湾人民拼民生 拼经济 我想这才是现在当务之急 清纯第一站 蓝银狠狠摔走 绿站稳脚步 再踏出自己的改革步伐